张老师我们也来看看 什么样子卫命格的人 很懂得转念 他的想法会比较正向 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必须要看命盘的福德功 因为福德功掌管一个人的价值观 他的生活态度 所以从转念来讲 其实就是他的价值观 要怎么做转换的问题 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是 福德功有太阴心的朋友 两位都没有 所以太阴 传统的说法称为复心 这个复字 很多人把它误解了 以为太阴就会有钱 不是吗 当然不是 所以太阴这个复字 事实上代表的是知足 真正的复就是知足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讲 心中无缺 我觉得我满足了现在的状态 所以这样的人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转念 那再来 这是福德功中有天机心 你看这颗心称为善心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而善良 你看说好话 做好事 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碰到一些危难 自然而然就容易逢凶化急 而且又更喜欢帮助别人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颗心 在劝人为善上面就很厉害 自己更是一个做好事的人 那再来呢 我现在看了你的命牌 连第一名都是你 天良心 你看福德功就是个天良 就是个天良 应心 这个应就是避应别人 有时候我们就是说 你可以任你当干妈吗 你可以看到 他去帮助别人 他去避应别人 其实你看 所谓的转念 转念 为善最乐 你看又是善心 又是应心 那真的 你会是很多人的大贵人 真的 我感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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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